先前凱米颱風 重創雲林 農業部為了簡化風災補助申請 推出APP申報作業 但是雲林有超過六成的農民 年紀都超過70歲了 甚至有人連手機根本就沒有 因此只能夠委託當地里長 或者是施工所來幫忙 也讓原本的美意 變成基層的困擾 高齡八十八歲的農民 拿著傳統手機到斗六施工所 要申辦風災補助 只是辦理作業要下載APP 但它只會最基本的通話功能 我就沒有帶空 也就叫我去 叫我去協商要花錢幾個 這就我就不想 有的心智沒有在照相機 我們是要辯民 問題辯民也要說 他們的要用才有辦法辯民 如果不要用做情 就大家都睡著 台米颱風重創雲林 為了簡化風災補助申報 農業部推出APP申請系統 從空照圖找出自己的地號 拍下農選照 上傳就能申報 但雲林超過六成農民 年紀超過七十歲 是未有落差 不會用 甚至有農民 以為只要是農作物 都能申報 我們這裡的公務局 剛才發現成品像 年甲的時候 大家電話接到秋冬 參與翁來 這種農村比較不會農村的東西 他也要來申請 天然災害救助的部分 它還是要達到 所謂的相關的標準 也就是每個田區 要有20%的受損 如果你的田區有達到20%以上 再到公所去申報你的栽損 政府美意想減少現勘工作量 但對於不會使用可見的農民 比較傾向過去 四方會勘認定方式 現在只能到市工所請求協助 到最後還是徒增基層 作業困擾 這有郭正義 原輪報導 他參與 1 2 2 3 4